从今天开始太平洋高压牺牲增强 全台比昨天是更加来的热 这上署的资料显示 今天有不少地区体感的温度上看到41度 那么今天高屏地区37度以上的范围变广了 这上署也针对了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 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而今天在东半部地区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 在西半部大约是35到36度 要留意的是大台北盆地 北部近山区平地高温可以达到37度 另外气象专家提醒 今明这两天是超级夏天 是这个礼拜最热的两天 要是非必要的话 尽量可以减少上午10点钟到下午3点钟的外出活动